一个爱缩粉的人 怎么能逃得够绵羊米粉的诱惑啊 我天 细软的米粉裹着红油 你不经意间还能嚼到 里面的韭菜 吹蹦蹦 香香的 希望成都 开点好吃的绵羊米粉吧 这是我的愿望 哈喽 我是Danny 牛油们 我终于来绵羊了 咱们就说 绵羊米粉 冲吧 它就在我对面 耳梁吗 烘汤 飞汤 再加个牛肉 然后再一个薄烟蛋 然后再加一个薄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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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觉得 可能我这种爱缩粉的人 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吃一口 好好吃 哦哦哦 不要看那薄烟蛋 不要看那薄烟蛋 它很细好 它其实是有弹性 还有韧劲的 它不会说很软 软到烂那种 不会 细软入味 还有弹性 这个牛肉 还有专热 我觉得棉羊蜜粉真的一定要多一点油它才好吃 油炒了就没那种感觉了 好烫好烫好烫 还有一个好烫蛋 忘了这个蛋真的很神奇 它就是有点像皮蛋那样的蛋白 但是它里面的蛋黄又是咸蛋黄的 就是有一点像乳蛋 它就是颜色不绝 直接封口吃 早上缩一碗米粉真的好舒服 为什么成都没有好吃苗米粉 为什么 肉贵又难吃 你不经意间还能嚼到里面的韭菜 肥胖胖 香香的 这一家是我自己收藏的 然后我问我朋友们 他们都同意推荐了另外一家 咱们待会去吧 好爱碗底的小佐料 下一家 下一家 三两的红糖 大家简单 谢谢 谢谢 感觉这一家也很nice 这两家都是在那种小学旁边 小学旁边的肯定都很好吃 我旁边还有一个红鱼筋 孝山之圆 好香啊 这个感觉花酵的味道比较重 我们想做好香 这种特别小色 对的 鱼筋 这个鱼筋 这些鱼筋 这个鱼筋 这些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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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喔 我还有一个鱼筋 凉蛋 我还有一个鱼筋 姐姐 这些鱼筋 现在要进去泡一泡 多挖一会儿 我觉得按照这样的话 可能绵羊水或者辣椰粉都好吃 这家比我刚刚吃的那家 它会更麻一点 麻味会更重 净少 吃完一碗 吃一碗 你再吃一碗 吃一碗 鸡蛋是这 我说的是我还不吃鸡蛋 鸡蛋是这 这是鸡蛋 鸡蛋是鸡蛋 鸡蛋 虽然我今天两碗都是吃的红汤 但是我平时真的超爱吃它的清汤 这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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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为美安美肚子 好香吗 最后吃煎鸭 我觉得刚刚那一家 它的肥肠会好吃 这家的肥肠比较干 太干净了 没有油里边 但是肥肠比较少 会上去 打点菜 酸 好开胃 希望成都开开点好吃的 美料米粉吧 这是我的愿望 那我们今天请不吝点赞 下期见 拜拜 笑口了 我会让你来一会儿 我会让你来的 大人 呀 我们下期见